李明哲的妻子4月4日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李静瑜对于中国依然拒绝公布李明哲下落 对蔡英文政府不能够有效地给予他帮助感到失望 他对媒体表示 在警期间他将前往国台办检察院等单位 他说有意避开川习会 去北京不是去为了闹事而是去救人 李静瑜说相信北京不至于野蛮到为难一个弱女子 阻止我入境 与此同时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发起联署 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希望就是中国基于就是台湾跟中国的长期的民间的交流 然后我们交换美好的一些经验 然后希望说可以促成就是中国善意回应我们家属的要求 那我们见到李明哲 而且是尽快的就是给予李明哲正当的法律程序的保护 让他可以平安回来 跟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做市区大学所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努力 针对李静瑜对蔡英文政府的失望 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近日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李明哲